欢迎大家订阅星电视频道 星岛总编辑 梁建峰 一一分析民生民情 社会时事 国际大局 星岛中文电台 总编辑时间 逢星期四早早九点到十点半 星电视同报现场直播 时间来到星期四早早九点十二分 继续是每个星期四的星岛总编辑时间 有我们星期六部美西版社长和总编辑梁建峰先生 梁总 早晨 主持人 阿Kent 早晨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好 在YouTube上看我们的朋友 你们好 我知道在下个星期 今天已经是4月1号 踏入我们这个台庆月 下个星期四 刚好总编辑时间 也是跟台庆同一天 梁总 是啊 先说今天才是4月1号 有些特别的对我个人 只是对我个人来说 我是入职星岛日报做记者 我是4月1号上班的 就是今天 我是入职星岛的周年纪念日 正日 是多少年了 杨总 多少年了 我不能说的 不是不能说的 超过30年了 超过30年了 31年 1990年入职的 时间快不快 时间就是这样 下一次掌握不到 但是很开心 也很感恩 在这31年来 个人来说 因为这个工作的关系 有很多成长 体会很多 学到很多 小话题 不说了 刚好1月1号是余人节 我就说是余人节上班的 特别记住这一天 好了 我们台庆4月8号 下个星期四 下个星期四 很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在4月8号那天 因为我们平日 都会台庆 我们都办一个大的派对 办一个餐会 但是今年就没有办法 我们就用了一个 所谓的云端聚餐 大家 但是仍然在4月8号 我们是会在两天走廊 中午我们会在金牟丹 屋伦 在华复金牟丹 晚上我们会在这个 半岛豪苑 那里面就有一个小型的餐聚 我们这个都是 怎样说呢 我们不刻意追求大的人数 因为现在还是疫情期间 人数是有限制的 就是我们都很严格遵守 这个政府 就是各个地方 市政府的要求 所以我们都在这方面 就不会去打破一下这个规矩 还是严格守这个规矩 而且在这个里面的所有的防疫的措施 我们都会做到足 也都很感谢 虽然在这个情况下 两场的聚餐时间 人数都差不多 很凶弱 对啊 差不多满了 我昨天同事跟我说的时候 都差不多满了 所以真的很感谢大家 也都感受到大家的热情 对我们的支持 在这个疫情期间 明年在这里约定大家 我们相信疫情一定过去 我们可以回复 完全正常的时候 我们用一个更大型的聚会 来感谢大家 我们很期待 也都疫情星 应该去到 看到曙光 现在越来越多人打了这个疫苗 希望这个疫情快点过去 还有就是4月8号 我们有特别节目 是是是是 就是下个星期四 我们在早上9点到12点 有三个小时台庆特别节目 当然的总编辑时间 我们也做一个台庆的特别板 我会跟叶丽玲和过与台的节目组 是海祥 可能我们宇宇堂少见到 但是我们湾区出名的帥哥主持 是没错 我们三个人在这儿做台庆特别节目 9点到12点 主要有很多礼物准备了给大家 好期待 有些还是为了我们25周年台庆特别订制 大家敬请期待 我们下个星期四 4月8号 就是台庆特别板的总编辑时间 以及一系列的特别节目 这个时候也要问问梁总 今天这个标题 继续在新疆议题 今天讲到一位新疆少女的无奈 首先问梁总 今天为什么会讲到新疆少女呢 新疆问题现在依然在炒作 不是加炎加醋 还要火上加油 西方还在这儿将新疆问题 继续升屋 在这个棉花 所谓新疆棉花是否强迫勞动 这个大帽子扣下来之后呢 我们稍后还会再详细再讲一讲 上个星期我们就从宏观来讲一下这个问题 今天可能我们再深入一些会去讲一下 但是在这个这样的事态发展里面 有一位新疆小姑娘就走入了大家的视线里面 她的名字就叫做安妮鼓勵 安妮鼓勵 大家可以在中国的一些视频平台 或者在YouTube上面 其实可以搜寻到 稍后我们也会将她的视频连结 在YouTube上面的连结 我的连结就会放在我这个视频的下面那里 就是我的视频说明那里 这里已经可以看了 大家就可以去点击来看看 这位鼓勵 他叫鼓勵 鼓勵他应该好像是花的意思 哦 花的意思 我学回来了 不知道是不是有一团视频 我听到他这样说 按理鼓勵他一般就叫鼓勵鼓勵 好了我们也叫鼓勵 他写汉字的话就是 古代的鼓 古代的鼓 美丽的鼓勵 那为什么他会走入 在这个争议里面走入大家的视线里面呢 原来就是他在两年前 他是做自媒体的 就是做自己的频道 自己拍自己 那他的频道的宗旨 就是说要介绍一下新疆 真实的新疆 但是不是政治化的 因为他一开始两年多前做的时候 他还是一个高中学生 他今年好像是20岁 20岁 20岁是一个高中学生 然后到现在刚刚读大学的第一年 所以他从高中的时候 就开始去拍新疆生活的各种面貌 短视频 十六七岁开始拍了 是的 他家中里面 他家里的爸爸妈妈 他是大家姐 他下面有两个妹妹 一个弟弟 一家四兄弟姊妹 那个弟弟最小 所以他在两年多前 因为中国其实很多人都做视频 大家都知道 整个中国年轻一代 做直播 做自己拍的短视频 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少女 年轻人 他就去拍这些视频 拍新疆的视频 看他的制作 其实也是很简单的 有些技巧会剪接一下 但是基本上 我觉得是很随意的 不会说你看得到 例如李之七那些 经过制作镜头 每个角度 灯光都考究过 不是的 他像是做Vlog 就是素人的节目 就是自己拍 而且他讲的内容 都是很随意直接说的 你看不出来 就说 写好稿 或者什么 不是这样 所以是一种 很朴素的形式呈现 他不会在一些问题 会讲得特别深 但是讲得特别真 你想想一个 十七八岁的少女 有时对一些问题 虽然有些看法 但都未必能够表达得 好像我们做政治评论 不是这样 但是你看到的 就是一个真实的感受 你是在一个视频里面 是看得到的 所以他已经拍了 七百多条视频 如果我在YouTube 在YouTube上面发布 我看到他 因为有编号 就是七百多条的视频 在这几年来 一直到现在 为什么现在的人会关注到他 原来在两年前 他拍了一条片 就是说 新疆用机械化去採摘棉花 是怎样的 新疆棉花是怎样採摘的 和新疆棉花有多好 很短的视频 两三分钟 但在里面就拍摄 这些机器 然后自己一份份 一大堆棉花 开开心心 他的视频 都是很正面阳光的 因为这个视频 其实在这一段视频之前 我也留意到 因为其中有一集 是说 新疆烏鲁木齐的地铁站 开通这条地铁线 他就走去看 哇 终于在新疆有地铁了 他就一路逐个站去停 逐个站去拍摄 都挺可爱的 然后去到这个机场 最终中站 就是新疆机场的时候 他就在那里职兴跳舞 所以我留意 看他这些视频的时候 就会见到一个 年轻新疆女孩子 对生活充满了喜悦 充满了欣赏 甚至有时候 他也会遇到一些 在留言里面 留言飞语也会有的 譬如有些人留言 看到他说 你家里铺一张地毡 这么落效价 他又会解释一下 他是维吾尔族 我们都没说 他是维吾尔族姑娘 他说 你为什么会这么看呢 每个民族有自己的文化 我们保留自己的传统 为什么不是好事呢 而且你看他一张地毡 我家里那张地毡 要一万多元 如果一个落后的家庭 怎么会用一万多元 去铺那张地毡 在地上那里呢 所以他又会有时 会遇到一些不同 人不理解 或者有一些不太友善的 他都会在那里回应一下 但回应得很真实 又不是充满什么仇恨 但他经常提到一件事 就是说我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新疆的少数民族 所以这些都不是因为有了政治之后 而做出来的宣传 所以我喜欢看他 现在翻看很多过去的视频 就是说 当新疆问题 他拍很多东西 拍他和亲戚朋友 去探亲戚吃饭 拍他的学校 夜生活 年轻人夜生活 夜市 各种各样的 家庭 你也会看到一个最原本真实 现在一个新疆维吾尔家庭 是如何生活的 他也会去一些其他的农村 去住在乌鲁木齐 他也会去到一些其他远的地方 例如看他如何收到新疆大棗 去他的仔细 撿一下和田玉 然后看看那些农村 那些地方还是要烧柴火的 他让他去 所以你会看到的不是只是 在乌鲁木齐大城市里面的新疆 你也会看到 比较 还是 乡村式的新疆 各方面都有 七百多条视频 这个女孩子真实地记录了 新疆的生活 他用一种向外宣扬正面新疆的态度 阳光的态度 来展现出来 但是比起西方媒体 很多记者 带着道德的大棒 自以为自己背后会发光 来去谴责 或者去质问 新疆这样 那样的时候 而他们所提出的证据 全部都是在网络上互抄 来源 其实可能只是极小的一两个反华人士 所编造出来的 大家就互传 而且传到一些 所谓正规的传统大媒体里面 说了很多事情 一开口就指责 新疆一百万人被关入集中营 大家想想新疆才1200万的维吾尔族 如果有超过一百万的维族被囚禁的话 即是十二分之一 以新疆文族 不是很被欺负的民族来说 如果当你想想 十分之一 十二分之一 即是你的亲戚朋友里面 肯定中招 肯定有了 如果这样是全面的恐慌性 或者这个动荡 都不得了 怎样现在还相安无事 这麽平和 各地新疆的夜市 疫情之后已经变成了 大家可以看看这些视频 所以很多事情 我们不需要用太多的回应 我觉得如果有些朋友 要跟你说起新疆是怎样 大家可以看看 鼓励的视频 不是鼓励你 而是这个女孩 鼓励一下 安妮鼓励 你看看她的视频 也不要只是看现在的视频 你看看她过去这两三年来 所拍的 所拍制的视频 全部都在网上 你可以看到 那你就可以看到 这几年来的变化 新疆是怎样 还有一个现代 最重要的就是一个 一个这样二十岁的女孩子 她是抱着一个 什么心情是活在新疆 和对整个中国的期盼 是多么阳光正面 那这个时间 我们稍微去广告 回来继续今天的总编辑时间 星电视社会公器良心传媒 有你的支持 我们信心更充裕 请我们喝杯茶 星电视STV属于大家的平台 星岛总编辑 梁建峰 一一分析 民生民情 社会时时 国际大局 星岛总编辑时间 逢星期四 朝早九点到十点半 星电视 同报现场直播 回来第二次的总编辑时间 继续跟梁总关注新疆的议题 也很感谢我们很多的网友 和听众朋友 继续留守在YouTube频道里面 亦有很多朋友 分享了自己去新疆旅行的经验 大家都说 新疆的人非常热情友善 有机会想去新疆走一趟 新疆我前前后 应该去了三次 上一次去的时候 也跟我们有些湾区的朋友一起去 我也拍了一些视频 或者我回家整理一下 可以出一条片给大家看看 这是两年前的新疆 今天继续讲一下安尼鼓励 我觉得她是一个小女孩 可以这么说 也是刚刚到辅入大学 在上海读大学 跟她高中拍的片 一位新疆维族的小姑娘 一个人可以去拆穿 所有西方 或者一些盲目跟随西方 这种抹黑舆论的人 一个人就可以拆穿 他们的西洋镜 这个棉花这个视频 被热播之后 她也有一些感想 看回视频里面 其实这条是比较严肃的一段 因为她想不到 她用这个形式再红一次 她的粉丝也有很多 在YouTube上有14万 14万 在国内有超过100万的粉丝 但她说用这样的方式 这条视频再播出来 她自己感觉有很多的无奈 因为她尝试这么多年来 这几年来都是展现新疆阳光正面 开心的一面 那为什么会有一些负面的 这么不理解的评论呢 关于新疆 我想转载一下 将她这一段的视频 也是这个星期才发出来的视频 在这里播一播给大家听听 也希望大家多支持 这位新疆小女孩的网站 也都支持她自己制作的产品 制作的视频作品 或者请同事播一播这一段的视频 哈喽大家好 我是安妮鼓励 这两天呢 还有好多朋友在说 在一些平台上看到了我的视频 还有人不停的在转发和点赞 然后播放量还是蛮高的 其实关于那个新疆棉花机械化收割的视频呢 我是在2018年10月份 在棉花地拍的 然后没想到就是时隔两年 以这种方式 而且好多人疯狂地转发 以这种方式活起来 我是万万没有想到 这次还是挺意外的 因为我并不觉得这件事情 是一件多么光荣的事情 也会发关于我们新疆的视频 发布和更新 国外的朋友依然对我们新疆有很多的偏见 确实说实话 因为对此语这件事情 我还是满失望和无奈的 因为我一直都在很真心的 而且把新疆最真实的一面给大家再宣传 我做自媒体的初衷就是想用拍视频的方式 让更多人记录我们新疆的大美山和风土人情 让更多的人去了解一个真实的新疆 了解我们的生活 也有好多朋友告诉我 通过我的视频 也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 真实的真正日上的新疆 这让我很开心也很激动 也坚定了我继续创作视频的动力 非常感谢大家 还有很多朋友跟我 好了 这个视频如果想更多看到新疆真实的平民生活 我们不是看一些宣传片 也不是看一些大制作 就是从一个新疆围族 小女孩的视野 她生活的圈圈里面 接触到的新疆 可以教设给大家 就是看看安妮鼓励的视频 在YouTube上面或者在国内的很多平台都会有 但她好像今年开始2021年 就说是独家签了一个平台 所以有些其他平台 你见到她去年12月就没有更新 可能因为已经做得不错 这些是会被人签的 我见她有一些代言做 她自己读的大学是读表演系的 她将来都是想表演做演员这条路走 希望可以成功 好了 从新疆这件事里面 我们再深层一些去想一想 为什么会有人去炒作新疆这个话题呢 炒作新疆这个话题的人 真实的面目用心是怎样呢 我说的真实的面目 不是说我们要指明 这个是某某水 这个是阿甲阿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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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不是 而是说他们的心态是怎样的心态 新疆大家都知道 就是中国一个自治行政区 中国有几大少数民族的地方 都是自治的 西藏、新疆、廣西都有 在这些新疆里面 它是信奉回教的少数民族 是佔多数 是 如果你说整个人口比例来说 汉族虽然有移居进去的汉族都不少 但是在人口比例来说 是属于少数的 少数民族人口是佔多数的 而现在小数民族 还是以信奉回教是绝大多数的 长期新疆也都受到有这些回教极端思想的恐怖襲击的 有很多的骚扰、侵害、有很多的暴力事件 这些面对的环境 其实跟西方社会 我们在美国911也好 911之前都有些美国恐袭的事件 或者欧洲发生一些恐袭事件 其实所面对的都是有些类似的 都是一些极端的回教暴力分子 试图用武力去传播他们那种极端的政治思想 那新疆也是这样 但是我们从过去来看到 就是在美国发生的恐怖襲击 就是要定义为恐怖襲击 这些是回教极端分子 甚至美国因为这样 要去到中东 所谓要剷除这些回教极端的根源 去到中东发动战争 导致中东过百万的回教徒 因此而死亡 都在所不惜 认为应该要强硬去做 小布殊开始 但是对于新疆发生 同样是回教极端分子 所做出来的 这些恐怖襲击 美国一直都是采取一种模糊的态度 甚至有时会觉得 中国要反省一下 为何新疆这些人会出现恐怖襲击 他们可能是受压迫 为何会有一种这样的双重标准呢 就是因为去到中国 就是因为美国提准了要处理中国的挑战的时候 其中一个美国最惯用的手法 就是将它认为是敌对 认为是不能接受的对方的政府 将它颠覆它 将它制造混乱 从内部来瓦解它 这是美国在战后一直以来都在做的事情 你看看美国战后对世界格局的分布 或者要保持或者要创造美国的绝对优越性 在地方那里制造对立 甚至对一些不认可的政权 施以一些政变也好 或者用一些颠覆的手段也好 总之来到要更换别人的政府 这些做法 美国层出不穷 我都不去数 例子多到不得了 有些极端到 甚至将人的总统捉回来都可以 巴南亚 南美洲 南美洲 这些总统捉回来 伊拉克 将侯塞恩 整个政权推翻 人都被杀了 尼比亚也是 做很多这些事情 所以对于中国 中国显然也是施以同一样的手法 最初是利用西藏 但是西藏这几年 就做不到什么 本来西藏还是比较容易 因为以前训练过武装分子在那里 但是新疆最初都有些秘技 就是因为 这些回教极端分子 都是美国曾经共同的敌人 但是现在美国因为中国问题 又将这些手法 又转了一些 又去帮助这些 新疆的极端分子 甚至将这些极端组织 恐怖组织 从所谓恐怖分子的名单上 剔除 以前美国一直都定义这些组织 是恐怖组织 但是最近居然说 不是 因为为什么要跟美国老友 因为现在要利用他们 在中国境内 来制造事端 所以新疆问题之所以被挑起 其实用心是很恶毒的 因为想在内部制造中国的内乱 好 这个时候我们再去广告 转后回来继续今天的总编辑时间 星岛中文电台 总编辑师 请我们喝杯茶 星岛中文电台 总编辑师 时间逢星期四 早上九点到十点半 星电视同步现场直播 回到第三节的总编辑时间 继续跟梁总关注新疆的议题 造成中国内乱 对于美国的好处 应该是大还是小呢梁总 是 绝对是美国是想做到的 你看看过去 当苏联在阿富汗的时候 他就训练基地组织的分子 拉登 当时是受美国的CIA资助 去组织阿富汗的游击队 但是后来 这些游击队就变成了 一股反美的武装力量 好了 然后我们变成伊斯兰国 早两年 搞到整个中东都很不安定 甚至 徽军入到伊拉克 伊斯兰国的武装 回教极端武装 又是哪里来的呢 原来又是美国的CIA资助的 所以 在这个回教地区里面 美国是用 怎样说 他去挑拨 利用这些回教徒 亦都去资助武装他们 来达到美国在地缘政治的一些政治利益 在两伊战争的时候 为了要打击和报复伊朗 伊朗曾经是美国很听话的盟友 在这个王朝独裁的时候 然后呢 两边都资助 玩些这样的游戏 所以美国对于回教信仰的民族 或者中东地区 经常是玩弄于鼓掌之中 只要一个字 就是利用 有时去资助你 有时好像给正义光环你 但是到大家说不定了 利益矛盾的时候 我又去出兵 又去灭你 又去打你 真是很反复 而且挺残忍的 亦都没有任何一点 看到对所谓回教民族的一种尊重 而直接间接死在美军手下的回教徒 以百万计 忽然间在这个时候 关心起所谓新疆遗族的宗教 文化和人权 你觉得是不是真是鬼拍门呢 真是很恐怖的一件事 所以今天就是用舆论 用一些假报告 然后用宣传的机器 来做一些这样的宣传攻势 之外 我们应该可以想象得到 下一步 在新疆里面 现在已经将一些 过去的恐怖组织 已经说不是恐怖组织了 美国政府已经跟他们正常交往 正常资助他们了 那会不会这些组织 翌日在新疆那里再一次 发动恐怖袭击 或者会不会 美国又用军事力量来支援他们呢 给他们武装 好像以前的基地组织 ISIS这些武装 反政府武装 全部都是美国资助 那美国会不会资助 新疆的这些反政府武装呢 我觉得他们很想 现在新疆和很多中东国家是接约的 其中一个就是阿富汗 很窄的地方 美国就是控制阿富汗 会不会在阿富汗那里 输入恐怖分子进入中国境内呢 我觉得这是绝对有可能的事来的 因为只是靠舆论 只是靠这些所谓的舆论的制裁 经济的制裁 可能都未能够挑起新疆真正的动乱 要新疆真正的动乱 我想美国必须要搞到 在地面上有事发生才行 所以这个是一个 中国政府也当然知道 有一个很大的危机在那里应对 我想说起一件事就是 一个政府 一班所谓的华府里面的政治精英 享受着 超级豪华的生活 掌握了这个世界权势的一班这样的人 为什么会用心这么险恶 为了自己私利 真是为了私利 不是你不要说什么国家利益 美国是国家 美国国家利益就是一小绝人的利益 为了他们的利益 而不理这班人的生死 从过去的例子看得太多了 尼比亚伊拉 阿富汗 有哪个国家的地方的人 他们是重视他们生死 以前以后 再说早点 南北韩 南北越 在那里 发动战争 肯定将其他国家来分裂 到现在又想把台湾永久分裂出去 今天就说和澳洲如何军事合作 干预台海可能出现的状况 和以前干预越南 干预南北韩是不是一样呢 所以为什么这些人的心 是要多黑才能想到一些 完全罔顾别人的生命 但是用人权所谓关怀 这种光环来做一些这么丑陋 这么邪恶的事呢 我觉得这些人的心态很恐怖 是很恐怖 所以他们想的是想新疆亂下去 但是新疆不亂了 新疆这几年发展得很好 而且对这些恐怖襲击 使用强压的措施去说 如果加强了保安 这几年都没有再发生这些恐怖襲击事件 但是似乎看来 这些反恐的成绩 在美国看来就是美国的失败 新疆应该越乱越好 所以现在就制造了很多话题出来 制造这些话题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不是纯粹说毁本黑丑化呢 不是的 这是前奏 你看看美国习惯 他要去摧毁别人一个政权的时候 他先要将这个政权妖魔化 然后将它降级到 认为总统很多人都说的 奥巴马尹都说的 你没有资格这个政府 你没有资格领导这个国家了 意思就是说 要由美国来和你安排 其实现在在中国 都是在操纵一样的事情 既然蓬佩奥到现在 拜登都是想操弄一样的事情 就是说 一直要去贬低 中国政权的 中国政府的合法性 然后不断的 去将中国的形象去丑化 妖魔化之后 下一步是有后手跟的 不是只是说 舆论战那样的 后手就是说 当新疆出现动乱 有反政府的时候 是正义的 所以美国到时候就可以说 新疆人来反抗 我们支持反抗 和支持敘利亚 支持利米亚 支持中东地区 这些反政府武装 是同一套 游戏 同一套搜索 写出来的规章一样 这个时间我们再去广告 之后继续是总编辑时间 星电视社会公器良心传媒 有你的支持 我们信心更充裕 请我们喝杯茶 星电视STV属于大家的平台 星岛总编辑梁建峰 一一分析民生民情 社会时事国际大局 星岛中文电台 总编辑时间 逢星期四 朝早九点到十点半 星电视同报现场直播 回到总编辑时间之前 提醒大家 Megamunions 星期五的累积奖金高达 一亿六千八百万 现在就去买吧 Megamunions 相信梦想会更大的 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场 继续等梁总和大家说一说 其实中国还有什么办法 可以去对抗这种 美国的一种模式 或者这个舆论战 其实中国现在都要去想想 如何应对整个西方世界的舆论战 这些现在就是所谓 口珠不伐的阶段 但是下一步一定有安排 我觉得下一步就会制造新疆实质的动乱 但是要新疆真的动乱 或者这些恐怖分子 能够在新疆发动到新一波的攻势 我想主要取决于就是 真是新疆的人 怎样看 因为我们看看 敘利亚也好 利比亚或者这些国家里面 先前之所以美国能够成功去挑拨到这些地方的内战 就是因为它里面真的有相当的一股不满的力量 就是它本身国内的政治就是有一些有很深的矛盾 或者有回教就是两个不同回教流派的矛盾 甚至有当地好像富尔德 这些有不同的民族的矛盾在那里 所以美国就能够容易入手 在那里来挑拨到 但是新疆也都同样了 如果新疆做的时候 你说中国最大的防线是什么呢 是不是武警或者解放军在那里 守着新疆的边境 不让阿富汗输入恐怖分子呢 这个当然是一度的防御 但是新疆问题 中国怎样能够瓦解 这些反华力量 希望能够新疆制造动乱 以至让整个中国含入混乱呢 我想靠的还是新疆的人 就好像我之前说的 就好像这位少女 安尼鼓励 大家去看看她的视频 你就会知道 今天新疆的安全 不是来自强大的 就是中国的武装在那里 守卫着 中国武装当然在那里 所以到现在 新疆的地方的体制 都是有些不同的 新疆以前的兵团 还在那里 就是解放军建筑兵团 那些不说那些 但是我觉得最大的屏障 或者最大的稳定新疆力量 就是好像安尼鼓励这些新疆年青一代 你看看她的生活 你看看她的思想面貌 会不会成为恐怖分子呢 会不会成为极端宗教狂烈呢 我觉得不会 为什么中国政府在新疆那里 过去开始这些教育营 职业训 其实就是想把这些极端主义 从哪里来到化解去呢 你是不是好像美国那样 想着每个恐怖分子 我去去杀光你们 小布Sir的政策就是 你明天底我都要追到你 你去到哪里我都要杀光你为止 这个就是美国用的手段 但是中国在新疆化解这个极端思想的做法就是 给你教育 给你工作 给你生活 给你一个视野 其实就是说 你的生活 不只是陷在极端宗教里面 然后就是充满仇恨 然后就不惜自己的生命前途 家人都不顾地去打这些盛截 原来人生在这个世界 你还有很多美好的生活 你的眼界其实你还没有足够 你看看外边的世界是怎样 你接触一下外边的世界 好像讲到新疆的教育 我去新疆的时候和那些人聊的时候 其实当地官员面对最大的问题就是 有些新疆的极端分子 从哪里来的呢 就是那些困在一些小的村庄里面 他们不同外界接触 也都是他们家人不允许去学普通话 因为不接受教育 不肯让子女去上正常的学校 封闭式地活在一个封闭的宗教气氛里面 这些是最危险的 也都是那些恐怖分子的温床 所以要推广教育 新疆最重要的就是推广教育 所以中国政府是用这些方法去瓦解这些极端主要 和化解这些种族的仇恨 所以大家去看看 我觉得有信心的就是 今天新疆的人接触了新的生活的时候 他的思想眼界已经不能够很容易地被蒙骗了 好 这个时候我们稍微去广告和新闻简报 稍后回来将会是10点之后的总编辑时间 星岛中文电台总编辑时间 逢星期四早上9点到10点半 星电视同步现场直播 回到10点之后的总编辑时间 继续关注新疆的议题 今次新疆棉花炒得这么大 当中有一个组织的BCI 其实在背后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BCI的总部 和中国BCI的分布 好像有两个口致不一 说法是不一 怎样会发生这些事情呢? 梁总 上海BCI的组织 就是国际棉花的认证 但是这个认证不是棉花的品质 而是用环保的角度来经营这个事业 所谓非牟利 其实是一个认证组织 就是说这些棉花是否环保 包括她的劳工的环境 是否所谓体面的劳工 用这个角度去入手 给这些棉花有认证 想说这个BCI就是说 今次大家都知道新疆 新一波遇到的问题 早前就是说集中研的问题 现在说强迫劳动 就用BCI来带头 新疆正在经历一个重大考验 这个考验就是 考验新疆的民众 究竟会不会被外国的力量 来煽动得到呢? 因为这些除了说 舆论上的煽动之外 现在美国还是过往守法 抓住一群极端分子 然后扔回当地 就遍地开花 乌克兰也是这样 抓住他们一些 可以给美国指使的人 然后扔回去 就搞到你乱了 那这样会不会成功呢? 所以新疆有一个考验 就是新疆的老百姓 对于现在自己 目前的生活 有多满意 或者他的知识 眼界有多少 这个就是一个考验 第二个考验 就是说到BCI所带出来的问题 这个就是所谓 国际话语权的问题 我们经常说 话语权 话语权 话语权就是一个定义权 就是终于一件事物的定义 为是与非 黑与白 这个问题 现在整个世界在争夺 中美在争夺的 不是说棉花的问题 这个棉花 究竟是否用强迫劳动 就是用奴隶来采责 或者是什么 新疆政府 告诉大家 长年以来 新疆棉花发展 逐步走向现代化 现在70%都是用机械收的 如果大家看看鼓励片 就知道 原来机械收完 还要有人去收 我们也看过网上有些片 访问一些 用每一年 即是季节性的工作 是年底才去修改棉花 那些新疆的 不是棉龙 这些劳工 就说每一年 因为密集的 那些时期 要收棉花 他们都期待着 因为他们会赚到些钱 我们不说那些 就说说BCI引来的问题 的思考 怎样在哪里呢 就是说 现在劇烈世界 在变动的 就是这个话语权的变动 因为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的话语权是牢牢掌握 在美国为首的 这些西方集团里面 再讲远一点 长期就是掌握在 这些西方殖民帝国的手上 只不过殖民帝国 改变了身 现代化了 化身成为 民权民主大国 其实他们就是 證明他们是大国 都是这些人 你看回历史就知道 都是这些人 而掌握在美国 设立了这些规则 为卫权的时候 他掌握了一个 定义权 最重要就是 好像BCI BCI的问题是什么 你刚才说到 上海BCI的分部 由2012年开始 调查新疆棉花 经过自己调查 第二方 第三方的认证 第一方就是 生产棉花 我一方自己 报资料上来 第二方就是去 白市次调查 第三方就是 中国以外的国际组织 来调查 三方调查 由2012年到现在 都说没有强迫劳动 但为什么BCI 在瑞士总部 就可以落优的判断 而引致到 其他一连串的大牌子 或者国际上 就不去采购新疆棉花呢 也都导致到 今年本来 准备了出口的 新疆棉花 就滞留在那里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来就是 有些机构是可以掌握到 这个定义权 而掌握这个定义权 是可以 是不靠事实 是靠实力的 而这个实力 这个定义权 今天一看 原来不在中国那边 譬如好像 这些组织 很奇怪的 这些东西 一个产品 一个棉花 你要在国际买卖 以前很简单 如果是最简单的 我们的手法就是 你有棉花种了出来卖 有些收购商 收购商 在棉笼那里 收购到回来 然后在国际上卖 我棉花品质好不好 里面多什么杂质 我棉花 新疆那些是长条的 拿出来做纺绩 更加好用 品质问题 品质不同 不定不同 自由买卖 原来不是这么简单的 原来可以有一些机构 他就弄出一个认证出来 然后用他自己定的标准 告诉你们 有我这个标准才是 善良的棉花 其实这个良好的意思 应该说是善良 因为一说良好棉花 就以为是说品质 其实他不是说品质 是说环保 耕中的情况 劳动力 那些 他可以定一个标准 为什么标准出来呢 大家就是 这些标准是谁承认的呢 谁承认的呢 那就要靠 他招聚有多少品牌 有些品牌为了 想自己的产品 卖得好些 我多个认证 摆出来 这些是良好棉花 他在市场推广的时候 便会好些 一般的消费者 可能就是 看看有个标签 是好 但是这个标签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标签背后怎么操作呢 他的定义标准严不严格呢 不知道 可以有个标签就好些 我们经常说 有什么认证 有什么认证 我来看看 有机食品的认证 有机食品的认证 这些认证 我来认证 这些认证 其实就是一个话语权 一个定义权在那里 你说 都不是不好的 我们想 我们生活 接触到的生活用品 或者所有东西 都有个品质的认证 是好 但是问题就是 如果这些品质认证 是可以随时政治化 是不理事实的 那这个问题就大了 现在正是 这个新疆棉花必生的事件 就可以告诉大家 原来这个组织 第一 他是招聚一些品牌 来支撑他的 他的营运 然后除了品牌之外 原来他另一个大的财政支撑 就是美国政府 美国政府 是他一个大的金主 来支撑他 所以这个政治运作 今次是很明显的政治运作 就是中国没有这个话语权 好了 这个认证一出来 不再认证新疆棉花 于是那些品牌 就跟着去 就扮良心天使 当然扮良心天使 在中国市场 又遇到一些困难 但是始终它形成一组的力量 所以看到 今天中国面对的挑战 是多层次的 其中这个就是 这个世界是非黑白的定义权 是怎样扭转过来 如果中国今次挺得住 能够成功的话 我觉得这次新疆棉花 是关键的一致 亦都真的可以 写在史冊里面一致 就是说 怎样扭转 长期被西方垄断的话语权 怎样今次能够 扭转 这个时间我们再去广告 稍后回来继续是总编辑时间 星岛总编辑梁建峰 一一分析 民生民情 社会时事 国际大局 星岛中文电台 总编辑时间 逢星期四 朝早九点到十点半 星电视同报现场直播 回到最后一节的总编辑时间 在节目的最后一节 梁祥 除了新疆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话题 也跟大家分享 年代而来 就是说到我们美国 仇视亚裔的暴行的问题 上个星期六 就有一个大型的集会 都有很多湾区 我们本地的亚裔 华人很多参加这个集会 集会本身我觉得是相当成功的 亦都表达了 亚裔反抗 这个仇视暴力的声音 但这个问题本身 现在我觉得是越演越烈 拜登总统宣布了一些新的措施 联邦 从白宫的层面 来到去抨击 这些仇视亚裔的罪行 亦都有一些撥款 有一些行动 这是好事情来的 正如我以前在节目里面说过 所做这些事情是不能够真正解决 亚裔在美国遇到的处境 我觉得美国这三十几年来 就未试过觉得自己太不安全 但是一陣子真的觉得自己 出街的时候会有一种阴影在我那里 因为太多新闻了 是的 我个人一直都是反对涌枪的 虽然我自己年轻的时候 都喜欢去那些地方射把 玩玩真枪 但是来到美国 这么容易买到枪的地方 我从来没有动过想法 要去买一支枪 因为我觉得始终这些是空气 就是危险品 最近都突然间 有这样的念头 出来了 觉得我是不是要重新想想 我是不是需要有枪呢 当我动了这个念头的时候 我自己也会对自己有些惹一惊 我过去从来想都不需要想 有些朋友和新朋友都有枪 买枪 我自己一点都不会觉得 吸引到我 或者令我去动心思 要去买一支枪 但突然间自己有这样的念头的时候 自己也会惹一惊 是不是真的我感觉到 现在我很不安全呢 因为可能我看到的 不只是个别的几个傻佬坏人 或者一些这样的暴力分子 我自己感觉到的 这个针对 华人的这些暴力 是系统性制度性 是官僚性 引发的 所以你看到白宫总统 他能够有这样的举动 做出一些应对 亚裔仇视的行动 是好事 你都看到有些组织 好像白人会那样 立刻公开信去感谢 但我觉得白人会 感谢得太早了 白人会 作为这个 在美国社会里面 一直都是代表 华人 代表亚裔 发声的一个组织 我觉得 高兴得太早了 也都太肤浅了 因为这个问题的 本身可能就是来自白宫 将来的问题 更深层的问题 就是来自白宫 华正顿这班的政客 所以不是说去做一些动作 我们立刻拍了手掌 哇 松子 我们高走无忧 不是这么简单的 因为看到 现在新疆问题 这个炒作里面 他为了要 将中国政府 贬喻成为一个 不合法 无良 应该被推翻的政府的话 美国的统治集团 会不断施加很多的方法 会去 丑化中国 要去妖魔化中国 要去妖魔化中国 要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说能不能够 纯粹将华人 和这些 所谓他们要针对的 这个所谓邪恶的政权 分得开呢 不会分得开 这次我们也看到 有一段的视频 讲德州的校区 其中有一份 给学生问答的作业里面 有人说 哦 怎样去分辨 这些 是 去华裔 华人 他们的文化 是怎样 其中一个选项 就是他们吃猫吃狗 在一个小学的 教材里面 所以这种 觉得可以随意 任意去 丑化 或者去 踐踏 华人的尊严的 这种的 风气 是存在 这个社会上 是在这个 由政客的 推动里面 是有这样的因素 在那里 嗯 所以不是说我们 今天 轻易的 拨一点点钱 搞些 受害人的援助 或者什么 就解决问题 根源就是 我们没有用平等的视野 去对待其他民族 今天 美国的主流政客 觉得可以 他歧视中国人 因为中国不配 有好的生活 中国不配成功的 因为他的制度 不是我的制度 因为他不按 美国定下的 世界规则来运作 于是 中国就不配 不配有好的 自己人的生活 也不配作为一个正义 或者有道德的 一个这样的存在 现在是用道德层面 文化层面 来抵抗什么 而抹杀 中国 所有的存在的意义 嗯 所以这种是很恐怖的 有时候 看看表面 但是我再去深层 去想一想的时候 这些人想要做的事 其实是恐怖的 有例子可以看 中东 为什么我们今天 普通人 就像我们那样 潜似里面 都会觉得 中东落后 封建 残忍 不公平 那些人没有人性 那些人 为什么我们会有 这样的想法 中东那些都是人 人家都是几千年文化的 说真的 你说世界的几大文明根源 有法拉底河 波斯 伊拉克 巴比伦文化 人家是有文化有历史的 为什么这些人突然间 在西方舆论里面 或者教育到我们一般人 认为他们是野人 为什么呢 为什么这套东西 现在要搬来中国 为什么会这样呢 而另一套 好像在我们的 西方舆论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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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中学教师 还是小学教师 也是这样 他上课 上课 用视障教课 教人 如何分辨 哪些是日本 日本人 哪些是中国人 就拿一只眼 哦 他背着小眼的是中国人 我的眼睛倒下来 日本人 一条线的 不知是什么人 这个是明天大陆种族的偏见 但这些人存在在里面 在社会里面教育着这些美国人 所以我们美国 要正视的 不是说 仇视亚裔 或者仇视什么 甚至现在有些人 这么阴险些 就说 其实我们不是仇视亚裔 我们仇视中国人 中国人害了其他亚裔 在美国 在社交媒体上 看到这些片 所以我们今天 在一个很空险的地方里面 我说得不好听 到了某一点里面 会被美国政府出卖 过去出卖过很多民族 现实时出卖过日本人 集中营 这些会不会到我们那里呢 奥巴马时期也有集中营 集中那些中东 拉回来的那些人 很多都是良民 拉入关塔纳波基地里面虐待 但是我们会不会这样呢 你说你不要几人忧天 不是几人忧天 大家至少要关心 我们不想让它发生的时候 你现在就要关心 不是闭上眼睛 睡觉就觉得这个世界会好 是你关心它才会变好 说到这里 好了 节目的时间到尾声 下个星期提醒大家 我们将会有台庆特备节目 下星期的星岛总编辑时间 也会有些特备的节目和访谈 最重要的是送很多礼物给大家 没错 记住留意我们下个星期的 星岛总编辑时间 和我们的台庆特备节目 谢谢梁总 以上节目发表的言论 纯属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星岛中文电台的立场 我们下个星期见